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五间总结 我是VK欧英文 现在先和大家看看 内地和本港股市中午收市的情况 内地股市中午收市个别发展 上升综合指数升5点报3373点 深淨成分指数跌11点报13751点 户心300升10点报4955点 创业板指数跌7点报2751点 行指方面 今日中午收入26422点 升215点 国企指数升77点报10476点 大市成交有705亿 今个环节有Samuel做嘉宾 HelloSamuel 你好 HelloVK 看到隔晚美股三大指数也做好 立资更加创新高 今天港股回来都弹200多点 看到科技股暂时都存定了 腾讯都要弹 暂时看 港股是否还可以向上弹一点 暂时也是 可能以一个技术性走势来说 近期都算是比较准 例如昨天收市的时候 都和大家说过 去到26,100、262的位置 未需要那么担心 主要因素都是看图方便 就是你会见到 11月16日已经成功补回 11月16日的上升裂口 大概是26,100左右的水平 你说裂口完裂口之后 昨天其实都仍然有一弹 那就刚好 踩正在保力加通道的底部 所以暂时就未见到一些很负面的因素 令到市场要跌穿这些水平 所以今天来说 加上你说好彩地 昨晚美股都叫做有得弹下 所以整体上整个市场 都叫做可以维持在整个 11月起的横行区间里面 继续叫做炒个上落 所以暂时来说 刚刚叫做昨天碰到 保力加通道的底部 开始叫做即刻有得弹 反映回 暂时就未是叫做太负面罪 我觉得仍然可以维持在这些区间 例如说26,200 至到上面的顶 26,800、26,900左右 暂时叫做炒炒个上落 你说可能就着一些科网巨头 比如说ATM股里面 政策风险的一些负面因素 已经叫做消败了差不多三四天 所以你说weekend的消息出来 现在开始叫做过多两三天 开始叫做大家慢慢跌完了 或者叫做消败完 所以都可以轻轻叫做有个揣定的情况 唯一就是一些叫做可能你说 今天MSCI指数里面 都会将10间中资股份 由旗下的指数里面 开始叫做剔取 你说变了 对于那些股份来说 股额可能会叫做比较显著一点 令到他们今天也叫做轻轻跑输 但是中心来说 今天早上早的时候 经家时段已经叫做立刻停了牌 所以大家暂时就未见到股价走 到时这一点 等它复牌之后 你说可能有机会 今天下午 看会不会复牌之后 大家记得要留意他们的表现 同时间你说其他的板块方面 都仍然是维持着炒股不炒市的格局 比如你说近期一些新能源的板块 都仍然是叫做破顶的 你说一些体育用品 或者你说一些内需的股份 其实都仍然是保持着强势 所以我觉得你说整个市况 或者对于未来后市的经济前景的看法 尤其是中国内部方面 仍然是保持乐观 所以我在这些位置来说 仍然觉得可以继续持货 刚才Semi也提到 今天的新能源股都比较有强势 其实看到隔晚 美股那边的能源股板块也都炒上 加上今天也看到 信义玻璃和信义光能也发出了一个型气 今天两只的升幅都不错 信义光能都升超过4% 信义玻璃更加升超过7% 今年来说这个板块也是比较强势 现在是不是还有一阵可以炒呢 整体来说 我觉得仍然有条件继续追一追 虽然你说过往一段时间 股价都已经是叫做 呕了一轮了 未有一些太好的利好消息在 但是你说如果参考一些渠道数字 比如就好像说光伏的玻璃来说 那个价格仍然维持在 45元至到50元这些高位 暂时还未是叫做回落到 反映回整体来说 光伏玻璃的需求 仍然也叫做有 而且你说 刚刚中国提到 未来十年的发展计划 你说去到2030年之前 整个中国的风电 和你说太阳能的装机量 平均都会叫做 加上去到 12亿千瓦以上 这个数字 大概就等于120GW 那么现在暂时来说 光伏和风电 分别都叫做 累计有 二千 二亿千瓦 即是等于 200GW 你说现在 你说未来十年 有机会 那个总装机量 去到 你说1200左右 的话 那就是你说平均 风电 和你说太阳能 未来十年 有机会 由200GW 总共分别 由200GW 升到上去 你说600GW 你说这400GW 由十年来计算的话 除了 可能每一年 都会叫做 有40GW 那暂时来看 这个数字 以一个 岸年的增幅来说 都比起 2019年 多了三成多 所以暂时来看的话 你说这些 这样的憧憬 或者你说这些的计划 对于市场来说 仍然是秀落 而且你说刚刚 顺耳光能 和顺耳玻璃都叫做 出了一个营起 你说岸年的升幅来说 顺利 增长75%至95% 都仍然是叫做 非常之强 主要的因素 都是说太阳能 玻璃 量价齐升 你说销量方面 都因应市场的需求 比较强劲些 可以叫做 有得上 而且刚才也提到 光复玻璃的价格 维持在 差不多接近50元 这些高位水平 令到他们平均的太阳能 玻璃销售价 都保持着上升 如果你说 这些势头去到夏年 都仍然 起码可以保持到 一两年的话 对于他们的 盈利增幅 可以叫做很夸张 但是有一个风险因素 大家需要留意的 就是其实这些消息 或者你说太阳能 那个价格 处于一个高位水平 都不只是这一季度 起码过往两季 大家都在炒这些因素 所以看到 暂时看到一个行业 你说可能仍然是有钱赚 或者需求仍然是有的时候 很多厂都已经开始 陆续增加产能 至于你说 什么时候才叫做 可以完全满足到这个需求 或者什么时候才叫做 有一个产能过剩的情况 暂时在玻璃的价格上 还未见到有 但是其实大家都预计 这个会是迟早发生的事 所以你说光复股 或者太阳能玻璃 什么时候才叫做见到顶 那就真的要留意 他们到时候的渠道数字 或者他们的平均的单价 什么时候才开始 叫做有一个回落的情况 那就预测到股价 什么时候才叫见到顶 但是你说 以目前来说 那些渠道消息 或者以目前来说 大家都在炒风气的趋势来说 我觉得这些水平 刚刚才叫做开始破顶 仍然会叫做有条件 继续追升一阵 但是记得要留意 就是你说 大家都预计 明年的产能开始 有机会回复正常水平的话 这些股份 有机会慢慢见到顶 所以记得 这些水平才追 就需要继续留意 他们平均的渠道数字 什么时候才有更新 好啊 谢谢Samuel这么长远的分析 我和你申报一下 有没有迟下以上的股份 没有迟下 谢谢 今集的节目时间 差不多 回到其他直播节目 回到期待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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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